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在过去 我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可能受不了了 有一天他在私人脸书 他po文在骂我 侯章明 你在搞什么东西 你自以为是 你把我们都逼疯了 你把我们当狗吗 写了很多负面的文字 你问我什么感受 我必须说 我很受伤 你遇到问题了 麻烦到我面前来 一对一 我们面对面的 成熟的来沟通 来检讨跟调整 而不是在背后 捅我两刀 给我审判 这是很糟糕的行为 导致我接下来看到他 我心里有疙瘩 我不晓得要怎么 跟他继续地工作下去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行为 来做抱怨的话 你已经帮彼此的关系 先判了死 我个人对于工作 我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在过去 我有一个工作人员 他可能受不了了 有一天他在私人脸书 他po文在骂我 侯章明 这搞什么东西 你自以为是 你把我们都逼疯了 你把我们当狗吗 写了很多负面的文字 虽然是私人的脸书 但是我朋友看到了 转述给我 你问我什么感受 我必须说 我很受伤 因为我们都是为了把节目做好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各位 我们大家都是有人生历练的人 我们都有职场经验的人 你遇到问题了 麻烦到我面前来 一对一 我们面对面地 成熟地来沟通 来检讨跟调整 而不是在背后捅我两刀 给我审判 这是很糟糕的行为 导致我接下来看到他 我心里有疙瘩 我不晓得要怎么跟他 继续地工作下去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行为 来做抱怨的话 你已经帮彼此的关系 先判了死刑 他没有解决问题 反而制造问题的严重 与其这样 我宁愿你在大街上面大喊 好他们也是猪啊 你很贱 你是混账 你把我们当狗 好 你在大街上喊完了 顶多就那几十个人听到 巧遇的人听到 然后喊完之后 大家就云淡风轻了 但是你在社群媒体上 你这么一po文 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上万人上百万人 说不定还被转发成新闻 你把小事画大 弄得大家下不了台阶 所以我觉得要发现 要抱怨有很多正常 不伤人害己的 例如唱歌 不要喝酒啦 喝饮料不要淹 想出新生 等等的都可以 大家要知道 3分15 在社群媒体上 抱怨的好处 是有替代方案的 但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抱怨带来的伤害 是 无法弥补的 最后我请黑队回答我这个问题 3分30 既然说要方式有很多 在社群媒体抱怨到底有什么 你们认为无可替代的好处 35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带来的伤害 你们要怎么解决 请回答我 谢谢 好 超过了41秒的时间 谢谢白队的侯昌明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是觉得 有一点点小小的乱调 一点点 但也许你们没有脚本 你们不晓得听不听得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担任结论 结辯 所以以后我大概会比较知道说 结辯它必须要怎么样存留那个空间 然后在写内容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抓些什么东西 走在哪里 保留一点东西 我先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Lolita她说 抱怨可能会被传出去 其实我今天想要说的是 我们是一个人 难道我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传出去吗 如果我们都本来就知道会不会传出去 为什么我还要抱怨呢 因为我们是个人 我们需要这么做 再来昌明哥说 前几集他有提到 网路是个真实世界 他现在突然说 网路又不是真实世界了 这个人也是莫名其妙的 那如果网路就是真实世界 那在网路上抱怨 跟人家路上抱怨 有什么不一样 好 你没有专心在听不懂 你先给他吵杯如花 好 再来 我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公开抱怨 首先就是要好笑 我来抱怨一下今天的观众 我觉得你们很无聊 我讲话说记得要拍手好不好 大概这种感觉 今天大厅的女朋友有来 刘璞 等一下你负责拍手 只要我一个停 你就拍手 大家就跟着拍 好不好 其实我本来准备了15个点 可是发现对方没有够好反驳的 我就浓缩成一个点 一次讲完 刚刚其实我觉得 因为身为杰辩 我来总结一下两逼的说法 其实辩论这种事情呢 他们就是 不是一个丢例子大赛 他一直在想哪里好 哪里坏 哪里好 哪里坏 所以最后都变成硕性 都有好有坏 那既然有好有坏 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这时候拍手 既然有好有坏就没有标准答案 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好处 别人根本就不屑一顾 或者是你以为的坏处 别人根本就觉得无伤大雅 所以既然有好有坏的情况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 还有一个字叫做 最好不要跟有何不可 我觉得什么叫做 最好不要跟有何不可呢 所谓最好不要呢 就是他失去了一种尊重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节目 我们听辩论 你们今天听到这个题目之前 是不是有觉得 你可能会站在哪一方 可是既然各位评审还有观众 居然还愿意坐在这里 把我们的话都听完 因为你们知道 要去尊重别人的声音 你们不会随便跟别人说 你最好不要再说了 你最好不要 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半夜的时候想吃宵夜 白都会跟你说最好不要 因为他觉得可能会变胖 你想要离婚 最好不要 我跟你讲 人生没有那么多最好不要 当每一个人 他以为这些是一个公式 算出来的时候 告诉你说 最好不要 他就是在对你的人生 指手画脚 我觉得我们的人生 可以自己决定 既然刚刚都讲到 这些算法没有标准答案 那最重要的就是 请你跟你自己说一声 有何不可 我记得当时两个月之前 我要动震恶手术的时候 全部的人都跟我说 最好不要啦 可能会死掉 你现在又没有很丑 你现在咬合不振 又没有关系 可是每一个人跟我说 最好不要的时候 其实我更坚定 我心中的每一个 有何不可的声音 以白对最擅长的英文来说 好 我帮你翻译一下 最好不要就是 You'd better not 而有何不可呢 就是Why not 我觉得在面对 每一次困难抉择的时候 每一个人告诉你不要的时候 你更要跟你自己说一声 Why not 有何不可 最后我希望大家可以 给自己一个勇敢的机会 你心里不管你是公开抱怨 还是公开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人跟你说 最好不要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有何不可 一定要成为那个最勇敢的自己 谢谢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请评审团先来进行讲评 阿文很棒的一个地方是说 他用了对方的立场 来验证自己的论点 他说了 如果你碰到千万不要的时候 要把这件事情 变成自己的有何不可 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非常地高明 谢谢 好